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旺山桥东周大墓 左下角这个小一点的考古部门 命名为旺山一号墓 1965年考古部门已经对它进行了发掘 而就是在那次发掘当中意外发现了 旺山桥东周大墓的存在 1965年那个时候发掘旺山一号墓 那个墓葬在这个墓的南边也就是六到五六百米吧 那个时候这个墓葬修渠道的时候 这个渠道已经把这个墓葬的这个墓道啊什么都已经 都已经就是破坏出来了 已经暴露出来了 那你肯定要问了 既然当年已经发现了这座大墓 那当年为什么不发掘呢 而要等到50年之后才来动手 想给您看一件宝 这是一柄青铜宝剑 当年它的出土啊震惊了世界 那么这是一把什么宝剑呢 剑上明文写得很清楚 月王勾剑自用剑 那么月王勾剑呢 春秋时期的一方霸主 所以这把宝剑是价值非凡 那这把宝剑是在哪发现的呢 就在望山一号墓 注意了 根据出土的竹简和器物上的明文分析 望山一号墓的墓主人名叫昭顾 他虽然属于楚国王族的后裔 但是他只是储君当中的一位终极将领 而您再来看这两座墓葬的规模 望山桥东周大墓的规模 足足是望山一号墓的三倍大小 那么既然面积不大的望山一号墓 都出土了月王勾剑剑 这样珍贵的国宝 那规模更大的望山桥东周大墓 里边会不会藏着更为惊人的秘密呢 这就要回到刚才的问题了 既然望山桥东周大墓规模更大 地位更高 墓主人地位更高 为什么当年不发掘呢 新云那个时候的经济条件 技术水平这一方面 所以当时就没办法 对他这么大一个墓盘进行发掘 这就是根本原因了 换句话来说 望山桥东周大墓的发掘 考古部门一直期待了50年 也准备了50年 但是这一次 虽说早有准备 可是当清理完风土 考古人员还是被震撼 为什么 两个字太大 经过测量 大墓上端开口约32米 长34米 面积达到1088平米 从地表到地下的深度超过10米 呈道金字塔形状 塔基共13层 每层接近80厘米的台阶 这种结构正是楚国 清大夫阶层所能享有的 最高等级的藏士 那么清大夫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阶层呢 按照楚国的官制 清大夫是仅次于楚王的阶层 也就是说望山桥东周大墓的发泄 从一开始就轰动全国 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墓主人身份越尊贵 墓葬规模越大 随葬品当然也就越丰富了 带给我们的研究价值也就越大 那么这一座我们期待了50年 才发掘的望山桥东周大墓 墓主人会是谁呢 在墓坑底部黑暗的地下世界里 又会有什么样的文物呢 又有多少国宝奇珍在等着我们呢 当时为了稳妥做好发掘工作 考古部门再次对墓葬做了重新的勘探 而这次勘探 除了传统的钻探工具 还动用了高空氢气球 PTK全战仪 甚至还装上了重型塔吊 这是以前极少用到的装备 为的就是以备不时之需 好了 做完这些准备工作 时间已经到了2014年的11月 墓葬的表层清理工作 已经来到了第五层台阶 开始接近墓葬的官室了 那么清理工作进展的怎么样呢 一开始发掘进展还挺顺利的 但是到了11月7号这天 有一位考古队员突然发现 在墓坑偏东的位置 一个区域的土质 很不正常 比较疏松 这个里面含的水分会比较多 注意 区域面积里土质相对疏松 含水量较大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种特征往往意味着 一个考古人员最不愿意看到 不愿意接受 却经常要面对的事实 那就是大墓存在倒动 然而接下来的情况 确实领队贾汉清 更不愿意面对 经过仔细勘测 倒动的数量又又增加 贾汉清在他的日记当中 做了这样的计划 我们将木坑中间的倒动编号 为一号倒动 以第一表示 共有四个倒动 其他的 一处在木坑南侧 一处在东南角 一处在木道与木口交界处 一号倒动破坏最严重 面对突然出现的四个倒动 考古队员们的情绪 那是相当的低落 一个为止准备了五十年的大墓 却被倒墓贼反复多次倒扰过 那这座墓室里边 还能不能留下文物和古代信息呢 谁也没有想到 在仔细观察了倒动的细节之后 贾汉清去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因为我们也发现近期的倒动 都是早期的倒动 就是秦汉时期的倒动 那么就是当时的这个倒墓贼的话 他对文物的破坏 肯定比现在的倒墓贼 对文物的破坏会轻得多 所以我们记得希望还是比较大 为什么贾汉清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秦汉时期的倒墓者 他们感兴趣的往往 只是墓葬里面的青铜器 比如说2005年发掘的 山西杨蛇晋猴墓 就出现过青铜器不翼而飞 而玉器依然保存完好的情形 那么望山桥东周大墓 所发现的倒动形成的时间 跟墓葬时间很接近 也在春秋战国时期 这就是贾汉清认为 希望依然很大的原因所在 那么事实情况怎么样呢 发掘工作继续进行 到了11月11日 在针对倒动进行钻探的工作当中 一个新的发现 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 那就是往东侧的两个探洞 发现了黄色五花图 而没有了稻洞所特有的 青灰色泥土 这就意味着 这两处稻洞啊 半途而废了 四处稻洞 只有两处打穿了墓葬的果室 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打穿果室的这两处稻洞 它之间还存在着联系 这稻洞呢总共是有两个 一个是在墓坑中间拼东部的位置 是锤子下去的 另外一个呢是从墓道口那块 就倾斜着向下 两个稻洞刚好打在同一个位置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这两处稻洞呢 应该是当时的同一批人干的 也就是说 大墓虽然有四处稻洞 但是真正被盗 很可能只有一次 那么贾汉清的判断对不对啊 大墓里边的情形究竟又如何呢 真揪心啊 下节目 四处稻洞 对于望山桥大墓究竟意味着什么 墓室里充满了积水和淤泥 积水淤泥之下到底埋藏着什么 而期待了五十年的发掘 又会有哪些意料之外的发现呢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虽然望山桥大墓有四处稻洞 但是根据稻洞的情况 领队贾汉清却认为 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边 这座大墓应该只遭到过一次捣扰 而且是在建成后不久 那么大墓里面的情形究竟如何 来看现场 在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清理之后呢 到了2015年1月 在墓坑底部 果实完全呈现在了 考古人员面前 您看 它真的是太大了 经过测量 果实的长宽都达到了7.6米 和所有的楚国贵族墓葬一样 望山桥大墓的果实上面 覆盖着一层竹席 从竹席的情况看 大墓整体保存还算完好 接掉竹席 下面则是一排宽大的果盖板 整个上面的果盖板是19块 都是非常厚重的那种木板 就是每块板子的长度是7米6 它是就是基本上是个方形的 40公分 宽和高 其实这些果盖板呢 不应该被称为板 它完全就是一根根粗大的木料啊 而且清一色的都是柏木 柏木质地坚硬 而且不易腐烂 是古人建造庙宇 殿堂 以及墓葬时优先选择的木材 比如秦汉时期帝王陵墓当中 经常出现的黄肠提凑 那就是由柏木构成的 只是由于年代久远 这些柏木已经变成了黑色的 那么这个时候 为了更好地掌握果实里边的情况 考古队员决定 使用最先进的考古装备 内窥镜 提前目睹一下果盘里面的情况 那么里面什么情况 其实很多水 当时大概的水 我现在想象大概有应该 可以到我的胸部了吧 就是说到大概有1米4 1米4左右的深度 好多一些漆木漆都在上面飘去 还有一些什么像花椒啊 莲棚之类的东西都在上面飘着 好 一切就绪 揭开望山桥大木果实的工作 正式开始 这个时候起吊机发挥大作用了 而当一块块重达两吨的果盖板被调离之后 一个做工考就气势非凡的果实出现了 您来看 大木的果实由5个空间组成 位于中间的 是存放木主人棺木的棺室 棺室的四周是东南西北 四个螺旋形排列的墓室 中间用粗大的木板隔开 然而这个时候考古队员发现 东南西北四个墓室的情况啊 有点不太一样 整个东南西北四个室 西室 南室和北室都是积了水的 但东室里面大量的都是 稀泥土 稀泥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这种情况 既是考古人员不希望看到的 也是预料之中的情形 因为稻洞 根据之前对于稻洞的探测情况 当年盗墓贼打穿的 正是墓葬的东室 而东室的淤泥 就是泥土随着水流灌进来的 但即便如此吧 贾汉秦和他的队员们 这个时候原本沉重的心情 还是稍稍轻松了一点 为什么呢 一则是之前他们看到的 果盖板上被盗墓贼打开的 那个口子直径不是太大 这说明里面如果有大东西的话 盗墓贼带不走 第二个呢就是墓室里面的水 按照道理来说 就是说这个墓坑里面 就从埋葬以后 它就里面就有很多水 所以当时古代人来盗墓的时候 也要费很大劲 另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墓室里面的积水 虽然给今天的考古工作也带来麻烦 但是对于墓室的物件 却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像我们这个像金州这一带 地下水位一般是比较高的 因为经常有这个 经常有降水 所以这个积水对于这个古代文物的保护 尤其是这个对于 七木 竹器 包括丝绸 这些文物的保护应该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它这个在这种保护的环境里面 跟空气隔绝 长期又埋得很深 然后在一种 基本上是几千年都是在一种 比较恒定的这种状态下 那么墓室里到底有了一些什么样的发现 首先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提取了 漂浮在水面上的七木器 那都是一些木碗木盒之类的 从质地上来说 这些东西的价值并不是太高 所有人都把目光盯在了水下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当积水被抽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一个发现 顿时让考古队员们感到非常之沮丧 怎么呢 我们就发现那个 北史和东史交界的那个 针板 胆板被撬开了 盗墓贼可能就从东史进入到北史了 看你没 被盗墓贼撬开的就是这个地方 起初啊 东史被盗 考古人员并不是非常担心 因为东边嘛 它是刚好是这个木准那个头部的位置 像这个祭祀啊 比如说这个祭祀用啊 东为尊 然后这个礼器啊 大量的这个青铜礼器 这类东西呢 个手都比较大 而刚才说了 从果盖板的开口来看呢 口子不大 大个东西盗墓贼不一定能够带走 可是谁料想 盗墓贼从里边撬开了隔离板 进了北市 那么按照这种情况 不排除可能性啊 盗墓贼 同样用这样的方法 可能光顾了所有的墓室 这就是考古人员沮丧的原因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从2013年10月动工 一年多的投入 收获很可能就很少了 那么具体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我告诉你 当积水被抽走之后 情况出乎了人们的判断 先说东施 东施什么情况呢 很遗憾 东施严重被盗 原来一位盗墓贼 带不走的那些个祭祀礼器 完全不见了踪影 只留下一些他们的底座 和一些大型青铜器上的构建 原来的爵士 有铜翼 然后有铜鱼 铜腑 但是都是 还有一些顶的腿 顶盖子 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个大型物件 是怎么被盗走的呢 由于盗洞直径有限 考古人员推断 这些体量很大的青铜器 应该都是在东施 被人砸碎后运出去的 因为春秋时期 青铜可以做成武器和日用品 销路很好 这就是当时盗墓贼 最爱偷盗大型墓葬的原因 他们要的就是青铜材质本身 那么与东施相邻的北施 又是什么情况呢 从功能上来说 北施一般看作是墓主人的起居室 兼具会客厅的功能 然而虽然北施也被盗墓贼光顾了 可是在这里 考古队员们却有了不少的收获 您来看看这个 这什么东西啊 卧鹿 一个大型的装饰品 最难得的是 尽管体型庞大 这件卧鹿啊 竟然还可以组合拆卸 这么大的 保持这么好 纹色这么漂亮 这种卧鹿是很少见的 你看它上面的纹色 红色漆做的这种纹色 然后它的这个 它是从 它是分为几个部分走成的 一个是鹿头 然后鹿身 鹿耳朵 鹿脚 这样几个部分 除了卧鹿 在北施呢 还发现了大量的漆暗啊 色呀 作品啊 乐器啊 另外还有一些作案 这些东西呢 色彩鲜艳 造型古朴 极具考古和艺术价值 这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那么西式情况怎么样 果然 西式也被盗墓贼 用同样的方法光顾了 但是很显然 盗墓贼对西式 并没有进行大肆的破坏 为什么呢 考古人员认为 这很可能是因为西式 没有盗墓贼 特别想要的东西 那么西式都具备什么功能 又发现了哪些器物呢 发现了有这些 一些竹丝 然后一些铜削刀 然后还有这个一些 类似一些工具 那么我们就 还一些那个木船 那个船 木枕 那些东西 可能就是它那个 一些储备室 一些就是放的那个杂物啊 一些这个储备 一些仓库 不过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 考古人员在西式里发现了一把 青铜剑 估计这是当年盗墓贼没发现的 那么这把剑 会不会是一把 类似于月王勾剑剑一样的宝贝呢 而青铜剑的出土 又是否预示着牧主人的身份 也是一位武将呢 在接下来的发掘当中 考古队员们又有哪些惊人的发现呢 下节为您解密 十五只残断的竹简能告诉我们什么信息 直径五厘米的玉壁套在墓主的壁骨之上 诡异现象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真相 周边墓室进阶被盗 为何主观事却完好无损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前面说到在望山桥东周大墓的西市 考古人员意外发现了一把青铜剑 那么这柄青铜剑能否预示着牧主人 也是一位武将呢 由于只有一把剑 考古队员们还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 那么接下来就要看南市了 那么南市又有什么呢 在南市里边除了一些车马器 构建考古队员呢 还发现了一些木头杆子 拿杆子陪葬 当时考古人员那看的是一头雾水 可是您猜怎么着 仔细研究发现这些杆子呀 原来应该是鸽或者鸡之类的武器 只是顶端用青铜制作的那个刃啊 毛鸽呀 被盗墓者拔下来偷走了 也就是说南市应该是摆放武器的兵器库 当然了这个发现不重要 重要的是考古人员 在墓室里边还发现了15只残断的竹简 上面有三人 这次发现了总共是15只比较残断的竹简 主要是这个浅测 就是记录这个墓葬埋入的这些水档品的一个清单 遗憾的是这个因为破坏的比较严重 所以他这个人到底是叫什么名字 现在没法清晰 没法知道 但是通过阅读竹简 考古队员还是知道了墓主人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他的官职 经过这个史雷里进行清洗之后 进行试毒 被整人试毒 然后可能就是叫做 应该是叫中饮旧 旧吧 中饮旧 中旧饮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呢 这是楚国特有的一个官职 和其他列国的官职无法比较 但是专家们认为 这个官职很可能接近于副宰相这个级别 那是一个九门堤都的 那是一个这种官职 也就是环境的一个近视 然后他就负责工程的一些位数 保卫工作 好了 东北西南转了个圈 接下来咱们只有一个地方没去了 那就是正中间的主墓室 那么主墓室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当时所有的考古人员都认为 既然盗墓队当年已经转了一圈了 那么主墓室肯定已经被盗了 不可能幸免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经过仔细观察 在墓壁上谁都没有找到凿开的痕迹 也就是说 这座两千年前就被盗过的大墓 主棺竟然是完好的 哎呀 这可是完全意料之外的惊喜呀 当时考古人员都来不及想 主棺为什么能够躲过一劫啊 他们第一时间就把主棺运到了 荆州市博物馆横文横施的室内考古实验室 在这里进行开棺发掘 那么会有什么样的惊人发现呢 当时啊 因为墓主人身上所穿的丝织品 腐化之后全部都覆盖在上边了啊 那么整个棺内尸骨那一块成了黑乎乎的一片 那怎么办呢 考古人员再次启用了高科技设备 对内棺底部进行了CR扫描 小苗的话是它这个木轮 它这个人骨已经散烂了 但是它这个腐烂的丝织物质下 它有大量的 随上大量的玉器 应该是一套一组配 然后呢 它在它的左手边 左肩附近 葬了有两柄铜剑 一把是一顶是那个 就是楚式的这种剑 一顶是八十剑 就是蜀国四川那边的八十剑 两柄剑 这是看得最清楚的 精准的扫描信息 为内棺的清理提供了依据 很快一件件精美的文物 重新焕发了光彩 清理出来的大量的玉器 足以配 然后再是两把青铜剑 还有一些骨子的一些 一些小的一些构建 小石品 内棺的清理成为了 望山桥大墓的一个亮点 而其中最大的亮点 是在墓主人身上发现了 一套完整的玉祖配 由将近三十件玉器构成 而这种玉祖配 是商周时期大贵族的标配 由此可见 望山桥大墓的主人身份 极其尊贵 可是当年的盗墓贼 为什么进到了墓葬里边 却要放弃这些 几乎是唾手可得的珍贵玉器呢 专家推测 前面也提到了 这很可能跟当时的 这社会状况有关 你想啊 一个平民 甚至于 搞不好还是个奴隶呢 拿着高档的玉配 有用吗 不能吃不能喝 更不能卖钱 因为能够买得起 高档玉配的只有贵族 如果你拿去卖的话 就不等于告诉别人 我盗墓了吗 因为你不配拥有这些 所以呢 不如就偷点青铜器 砸了之后 融掉 卖原材料来的石灰 当然了 盗墓贼不破坏主墓室 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当时人们流行 鬼神论 他们不敢 那么 这位佩戴高档玉祖配下葬 享受极尽奢华葬里的墓主人 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谁也没有想到 在清理主观器物的时候 一个不可思议的情形 给大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那么什么情形 在清理过程中 我们就发现 有几块这个 有几件玉器 那个比如说那个小的那个小玉璧 这个小玉璧啊 它穿通了这个 已经进入到什么呢 已经进入到它那个 那个 这个宫骨 就是这个 它的那个 这个手臂啊 这个手臂的那个 那个扇子里面呢 已经把它那个套着 套着了 那么这个 我们这个根据 它那个玉璧的孔啊 直径啊 不到这个 不到三厘米 不到三厘米 这个不到三厘米 它怎么进入到这个 它的那个扇臂 扇子骨里面去 就是把扇子骨套着 这个我们就产生了一种 一种疑虑 这是怎么进去 很明显 出现这种情况 只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 死者在下葬的时候 只有骨头 不是完整的尸身啊 否则人的胳膊 是不可能套进直径 只有几厘米的玉璧的 那么一个身份高贵的人 为什么会只剩下骨头的时候 才给它下葬呢 结合牧师里的武器库 还有牧主人随身 随葬的宝剑 专家提出了 这样一种可能性 我们推测它不是 一死亡以后就买账的 它可能是 可能是在战争上 就是阵亡的一个将领 然后 把任务回来的时候 再买账的 我们知道 全球战国时期呢 是中国社会 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期 大大小小的诸和国之间 掀起过无休止的兼并战争 作为等级不低的将军 望山桥大墓的主人 的确很可能呢 是在一次战争当中 牺牲在了战场之上 只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在他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楚人才为他修筑了奢华的大墓 这个时候 他只剩下骨头了 那么 这位是谁呀 这个呢 因为墓葬破坏严重 已经找不到相关的文字信息了 但是 综合考虑周边的环境 考古专家们推测 大墓的主人应该是一位 昭氏家族的成员 一般认为他这个是 导王的后裔 他用导王的庙号 以他的庙号为信 然后就派上去很多 这个邵氏家族 是说这个 望尚一号墓 就楚之王贾进那个墓 他的墓主人是叫少顾 然后这个包山大总 他的墓主人是少头 所以这个 这个邵氏家族 也就是说 楚王族中的一支 所以他的 在楚国的地位 应该还是比较高的 最终历经了半个世纪的准备 前后两次跨越三个年头的 望山桥大墓发掘 终于是落下了帷幕 在这里呢 总共清理出了 一千多件文物 包括青铜器 七木竹器 玉器 古器等几大类 这次发掘 依然留下了一些遗憾 比如说 墓主人的姓名 已经成为了永久的谜 但是在古城荆州 围绕着楚国 古都济南城的遗址 还有诸多的风土大众 依然在给我们讲述着 灿烂辉煌的楚文化 和那万世不朽的传奇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门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网期精彩一部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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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和屏幕下方的三维码